记得你第一次遇见我是在哪里吗 是个下雨天 不是 是晴天 你十岁的时候 你是鬼吗 你才是鬼 我不是鬼 我是段芷维 我是人 你是臭小鬼 你拿了我的笔 嗯 拿你的笔 又怎样 还给我 会还给你的 但不是现在 我一直把那只笔带在身上 总有一天 我会做一个很疯狂的决定 系统说它是学者综合症 自闭症的一种 是脑子很好的一种病 我觉得它是系统代理人的完美人选 张总 你肯定早就察觉了 系统有很多话在骗我们 表面上说 是维护世界线的稳定 实际上 监视着代理人的一举一动 这就是你一直不开心的原因吧 我有正常的寿命 可是死的机会只有一次 我怕浪费 张琳姨 你不是等着这一天很久了吗 你在怕什么 段芝威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拿着这只笔 立刻回到你的世界 从今以后 代理人段芝威 就从所有平行宇宙消失 那你呢 系统维护日 你会来看我吗 你不会来看我 你也不觉得我喜欢的是你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从来不说 对 我不信 因为我见的多了 段芝威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 说喜欢我的穿越者吗 系统用我的声音 我的腔调 我要让一个代理人 对我有好感太容易了 我知道 你是天才 可是你看不懂别人的情绪 听不懂言外之意 什么都得跟你解释清楚 跟你相处很累 可是你跟我相处了九十五年 张灵 我只是你的一个实验 你从你做了一百零三年的实验 戒指笔 不要 拿着 这本来就是你的 正好你躲一阵子 不用见到我 我也不想见到你 代理人 你的行为直接破坏世界线关键点 根据委员会决议 将立即处决 承离 张灵 你无声无大人 他做了什么 他叫我上去 我把夜宵和小婷放回来 他说他交换你了 我说我要做实验 只是没告诉他 每个人这个计划不成 是一个交换时 不会被处袭 只是现在这个情况 我需要抽离先来 可这系统不会触犯 这样你就能继续 做你想做的事 段志维 接替职务 不要再说了 什么 请明确你的要求 我纯粹有他的声音 跟我说话 你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个 独一无二的经验品 我有独一无二的东西 什么 你和系统 这算哪男子独一无二 在我心里 你是最特别 你的声音被每一个系统 代理人听到 那个是系统 不是我 分得很清楚 我喜欢系统 我也喜欢你 这是两种不同的喜欢 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 陪在你身边 爱一个人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活着 自由地活下去 最重要 人类 渺小 有无知 太多事情都由你们掌控 我们都是不知道 哪一天会迎来死心的囚犯 没有自由 没有希望 没有未来 所以偶尔做点不一样的尝试 才有意思呢 空间会共振 世界会公团 你们永远有挑战 命运在一起 命运正在改写未来 我在未来 等着你们 身份确认 信息处系统指令部专员Vicky Chen 接到最新指令 首席代理人更换 请确认更新语音设置 系统 系统只是用我的声音 它不是我 再次报告陶一代理人身份 你要记住 时间坐标 公元2024年11月28日 空间坐标 A D洞413区 姓名 段指为 我记得 再说一遍 张总是张总 系统是系统 再确认一遍 叛逃扯信 我分得很清楚 段指为 段指为 小薇 乖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